子宫内膜长细肉的原因 张俊肖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 主任医师 子宫内膜细肉 这种的话在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的话病人可能有月经的改变 主要的话就是做B超 然后弓腔里面有那种站位性的病变 有回声不均 或者有的时候就直接提示 然后有细肉 至于它那个原因的话 主要是跟那种严性的刺激 有的时候也有可能跟那种急速 持急速运急速不平衡可能会导致 但是的话要确诊 有没有内膜细肉的话 一般是要做弓腔镜 如果细肉是单个的 比较小的 直接就在门诊 弓腔镜手术就把它去掉了 当然如果是独发的细肉 这种的话那就可能就得需要住院 然后在那种应外麻 把那个细肉给垫切了 术后的话还得要用药 然后预防吸肉的复发 专家提示 一 子宫内膜吸肉的原因 主要有延性的刺激 比如磁激素 并激素不平衡 二 要确诊是否有吸肉 需要进行弓腔镜检查 如果吸肉单个 较小 可以通过弓腔镜手术去掉 多发吸肉 需要吸肉电切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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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